每年的7月中旬 都是新疆伊犁河谷的 昭苏大草原 水草最为丰美的季节 这两天牧民们赶着 近万匹的伊犁天马 在海拔2000多米的 昭苏草原上侧马扬边 场面壮观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 稍早前发挥的报道 那么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呀 牧民赶着将近一万匹的 伊犁马正在集结当中 昭苏县是全国养殖马匹数量 最多的县 每年的这个时候 昭苏县都会用特殊的方式 来对外展示 它们蓬勃发展的马产业 现在随着莫名的吆喝声 将近一万匹的伊犁马 已经蓄势待发 这里即将上演 一年一度的万马奔腾 好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头马已经率先地 冲出了马群 头马具有一马当先的气势 在头马的带领下 整个马群 现在形成了一种奔跑的队形 在马群中部后部的马匹 觉察到整个马群的动向以后 也在调整自己的方向 准备跟上前行的队伍 万马奔腾是昭苏草原 最高放牧技巧的展示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昭苏县各个乡镇的牧民 会提前一天把一群 一群的伊犁马 从各个乡镇不同的牧场 赶到这片草原上进行集结 那么万马奔腾开始以后 牧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 来驱赶马群 使得他们能够整齐划一地 朝一个方向奔跑前进